他这个人就是平时不留什么存款 把钱全都打给他爸妈 你说两个老人在农村 他们能花多少钱 再说你爸妈也明确表示 我们结婚的时候不会拿太多的钱出来 你总得为我们以后考虑一下 我感觉就是父母养我这么大 对不对 我每个几年是应该的呀 在这说他们花不完的钱 他们以后可以留着养老啊 那你为我们两个人以后考虑考虑行吗 你这样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 我给你爸妈带了那么多礼物 你妈就给我两百块钱的红包 吃饭的时候还一直说什么 女孩子不能太物质 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我 我要真物质我会跟你在一起吗 我们那第一次回去就是给两百块钱 老太太就按那村来的 村别人家去也是这样 再说你当时是啥样啊 我妈就说几句 你就都一直在那里怼 你让我脸摆在哪儿 我回应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说了 你妈说的不对我就得交证他呀 他老太太说啥不管对不对 你就听着就得了 咱别反驳他 我就说这是我底线 你别跟我妈吵 你就不听是不是 那合成以后就是我受气呗 你受气 我去你家的时候呢 我一进门 我一看他爸妈就脸色就 明显就不高兴 后来在饭专上说 这个以后买房在哪儿买 他爸妈的意思就是 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 最好呢以后把白天 你两个不都是河北的吧 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青黄岛的 你呢 我躺着 你不远啊 然后就说必须得在他们那儿买房 然后最好把店也搬回去 因为我家哥是一个嘛 我就想着在我们老家那儿买 我爸妈那样说完全是因为 就是知道你们家对我不重视嘛 然后又觉得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要是住得近了肯定得天天吵架 再说住得远 我没说不管你爸妈了呀 你怎么管呀 咱们该管还是要孝敬的呀 那咋是去你们那儿挨着那么远对不对 那病了咋管对不对 再要说了如果人去你们那儿 那老太太就觉得这儿子是去做上门女婿去了 她就有这个关系 那我要去你那儿 我爸妈还一直觉得我受气呢 姑娘你当时喜欢她是因为她长得帅是吧 我就是觉得她也挺成熟的有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缺少父爱 我一直想找一个比较成熟的人 但是她 怎么叫从小缺少父爱呢 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就是接触的不太多啊 因为他们老在外面打工嘛 所以我就是想找个成熟的人 给我一点安全感 现在我觉得成熟倒有了 但是就是太现实 一点就不浪漫 那安全感有吗 那你看她办那些事 我哪有安全感啊 所以也就是剩了个成熟了 因此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感觉有点熟透了 您这个对这小姑娘什么印象 我就是感觉吧 她现在有点太幼稚 你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做起这个店了 我就感觉俩人劲往一处吃 慢慢咱们把这个店做起 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们 人家结婚媳妇什么的 都是这样的呀 她我就感觉太小 你说又让浪漫对不对 你说去店里边 你也不好好一块工作 我给她说过好多次 我就希望她 快点长大一点 那还想娶她吗 如果这种状态下 真的我有点太累的话 就每天这样 我希望她再成熟一点 你是有条件的 叫有条件的在一起 是吧 如果你不成熟 咱俩就算了 是这意思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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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